颗粒食用肥巧克力出口全球四十六国 今天呢我们在吉林省的喇嘛地儿寨 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这个黄瓜大棚里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集合商余总 也是给我们巧克力合作了有12年了 然后首先呢你看啊我们这个黄瓜长势 这是刚摘的是不是余总 对刚才摘的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巧克力在黄瓜上有什么效果 咱们的黄瓜哈用到巧克力之后 黄瓜亮绿而且刺大 这个是大刺流的黄瓜 就是说当地的最畅销的品种 大刺流 用完巧克力哈这个刺流非常大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这是用了我们巧克力的黄瓜 然后你看那个涨势 从8月14日开始移栽苗到现在用了两次巧克力啊 一次充实30斤 尝一下这个黄瓜这个口感怎么样哈 嗯口感好口感这是好 清脆甘甜是用的我们的巧克力 今年呢这个黄瓜这个价格非常高 今天呃卖到了3块往上 3块往上去年也就是1块多 今年这个黄瓜价格非常好 我们巧克力呢就一直就是这个抓住这个颗粒食用肥啊 让全球农业登上登收 我们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这个这个巧克力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巧克力开辟了肥料行业的新品力 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个肥料哈都是液体的或者反状的 然后巧克力呢就是把这个液体的这个氨基酸 各种氨基酸的养料跟这些粉状的这个蛋链酱合作了一起做成了颗粒 并且呢加了我们这个核心的配方鱼状素 所以现在这个变成了非常好的效果 然后我们余总呢也是从这个巧克力刚上市就开始接触巧克力 可以说是第一个巧克力的鸡胶商 13年开始接触产巧克力 那那跟这个巧克力合作了已经12年了 12年了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巧克力合作的这个新品 咱们巧克力啊 它首先第一点的话是颗粒 刚才孙总介绍了说和以往的粉济的水溶肥和液体的水溶肥的区别 咱们从巧克力上市开创了颗粒水溶肥的一个品类 它可以说农户撒湿 瘸石 勾湿 包括地宽中湿 用着非常方便 省工省湿省力 第二点的话咱巧克力 主要是中量元素加微量元素 加上单联甲的结合 另外添加咱们核心的配方 牛壮素 用到作物表现啊 叶片浓绿 刮果亮绿 而且颜色深绿 根细壮 叶片肥厚 表现非常好 12年之前推广巧克力的时候 那时候 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名堂 从现在来看 是不是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柯粒水溶肥了 很多 这也是我们巧克力为这个肥料行业做的贡献 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品类 并且这个品类慢慢的成熟 当然现在巧克力呢 也一直在引领着 这个颗粒食用肥这个品类的发展 从目前为止呢 我们巧克力也出口到了 全球的46个国家和地区 所以为巧克力 简单 这个农户是什么呢 你要是让它不用巧克力 它跟你借 你要是让它用别的肥料 它也跟你借 除了巧克力别无选择 就是一个巧克力 但是这种的什么 豆角 也是好多年在咱们巧克力的中式 它今天的收入也在上流的时候 它从完巧克力 从根系 叶片 从果实表现 就是说别的肥料 你根本取替不了巧克力 也无法逼你 到了 余总的店了 我们的巧克力 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让纸